我們在看電影 我們在看廣告 我們在看紀錄片 我們在看卡通 其實都 我們都可以去思考一下 影像這件事情 聲音有什麼意義呢 聲音就是 音樂也是聲音 吵架也是聲音 對不對 所以我不曉得你範圍太廣 沒有 你問的問題 太空泛 沒有 沒有一個 specific 在某種情況下 光跟速度 對人 接受到感知的那個 感覺 或是時間的錯誤 因為 運動中就是怎樣都錯 或是一些 特別的感覺 音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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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其實 為什麼會有複製人 用複製人的這個概念去做 不管是做作品 或者是做 表演 是 我們覺得 好像不管是任何的人 他會達到一個精神狀態是 很相似的 音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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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再来讲一下 就是我今天故意把燈子什麼都關掉 因為之前這些piece 它其實都有搭配影像或是裝置 所以大家都會分心就是 可能大家會覺得說 今天為什麼聽到不一樣 因為以前就是有裝置啊有video 那我覺得那個 那個 就是說 我希望 稍微這一次就是 完全改變就是用耳朵的體驗 其實我沒有去限制說 現在是IDM我就一直做IDM 對 就是我覺得就是 看 那一個概念的東西去做 你知道嗎 然後 說 那它就 你說 說 它就 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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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產生另外一種快感或刺激 就是一直設法要試著要這樣做 前面有想過幾個可能性 譬如說結合樂器跟燈光等等的 然後想要表達一些想法 可是那想法很抽象 然後我們對聲音不拿手 所以我們後來就反過來 覺得既然我們主要之前是做影像 那我們就有影像來發出聲音 字幕視聴者 李宗盛 然後我一開始去創造第一個聲音出來之後 接下來就是那些聲音在引到我的身體 去做一些很本能性的反應 去做一些操作 然後其實我昨天在練習的時候 我拿衛生紙去玩 就衛生紙 白色的 碰到光其實就 衛生紙會亮 然後聲音也會跑出來 可是玩一玩就 我也滿害羞的在這邊 因為就是一直在搓衛生紙 開動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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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